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。 迪丽热巴和男星的合照,大多保持距离微笑,唯独和她不一样。 王俊凯作为刚出道的小鲜肉,真的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啊。 跟迪丽热巴同框,看起来真的像亲姐弟呢。 你们觉得呢? 因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原因,大家疯狂迷恋凤九和东华帝君的CP。 而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,虽然最后没有在一起。 但是三生三世枕上书的到来,希望可以满足大家的心愿。 高伟光跟迪丽热巴都是杨幂的旗下艺人,两个人的关系也是多年的好朋友。 两人同框真的是男帅女美。 高伟光是一位高挑俊朗的混血脸帅哥。 她的身世风度和特殊的气质,惊艳了很多女粉丝,但唯独她并没有。 迪丽热巴跟杨阳的合照,照片传出后,网友们直呼,男神女神同框。 简直像真的情侣一样,好般配。 迪丽热巴和杨阳并没有什么合作。 也没有什么同框的机会,所以说这张照片也是很神奇的了。 但不管怎样,这绝对是一组高颜值的组合,男帅女美,期待两位之后会有合作。 圣一伦在17年热播剧《漂亮的李慧珍》中,迪丽热巴与圣一伦合作出演。 实力演绎了反差萌的出演故事,最后两人相遇那一刻,让人无比期待后面的故事。 唐嫣现在的老公罗晋,当时还有Ring,他们四个一起出演的《克拉恋人》。 火爆全网。 吉利推荐的一部剧。 罗晋看起来非常绅士啊。 张彬彬这就是那位让迪丽热巴搞怪的人。 都是杨密旗下的工作艺人。 基本上只要有迪丽热巴就必有张彬彬,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特别好。 在一起玩的时候就会很放松。 迪丽热巴与陆寒组成陆地夫妇后,受到许多粉丝的欢迎,两人年纪相仿。 性格都比较呆萌可爱,两人看起来真的很配啊,CP感爆棚。 可惜陆寒与关小同处了,那祝愿我们的热巴早日找到真命天子。 迪丽热巴和陈伟霆合作《古剑奇谈》。 在戏里迪丽热巴饰演的扶曲一直暗恋着陈伟霆饰演的大师兄灵乐。 要说大帅哥陈伟霆跟迪丽热巴的关系可以说相当好了。 迪丽热巴还曾专门坐飞机去看过陈伟霆的演唱会,关系可见有多好。 陈伟霆与热巴拍的杂志照,两人看上去很像是热恋中的情侣啊。 大家看热巴和谁比较CP呢?